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过了这一轮的一个来回进行一个增加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去怎么样去应对这个市场 应该是怎么样去做这个合约 那么接下来我会在这个视频当中去跟人家去分享 那么首先开始之前先说一下昨天的一个行情的一个 昨天我们那个行情的一个思路 昨天我们说过反弹就是一个做空的机会 那么昨天是在这样的位置 昨天我们说过反弹就是有一个做空的机会 那么确实它出现了一波的一个 在位置反弹一波反弹 反弹就是有一个做空机会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昨天我们是很狠的在这些位置进行一个 录制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个凌晨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那么一旦有一个反弹就是有一个做空的机会 反弹有一个做空机会 那么确实是最低的位置是跌到了一个 39,000多美金的位置 那么昨天是最低的位置是跌到了这样的位置 也是非常伤忙 这一波的感情情 那么也是昨天我们也是在这个位置做了一波的一个空头下来 在这个位置4万3附近做了一个空头 也是拿到了我们的目标价格 目标价格 那么接下来怎么走 会不会继续向下回调 那么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一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情况 比特币微妙的发生了一些的一个改变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突破了一个小时的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 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一个上涨的一个楔形的一个情况 有一个小幅度的被打破了一个情况 打破了一个情况 这位置打破了 那么会不会去上行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去上行到这上方一个43,600美金 上方是43,600美金 是有一个强劲的一个阻力 而且我们在上方的话 也是存在了一定的一个压力 也就是在一个43,000附近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空头的话 在这43,000附近可以去尝试做一些空头 对不对 在这些位置 去尝试一下 去尝试一下 在上方的位置 看能不能去做一些空头 在这些位置 这位置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为什么它现在的话 它穿零轴 它想一个小时级别的话 比特币想穿四几个龙头 零轴而向进行反弹 但是现在的话 是有机会能够反弹到上方的一个阻力 就在一个43,000附近 43,000附近 这些位置都是有一个重要做空的机会 那么四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这个位置形成一个底部 底部 然后进行反超 反超一根上来 但是从一天之内线的话 它是没有很明显 没有很明显 从一天的内线的话 它是刚刚是穿破了一个临走 所以说狼眼来看的话 它狼眼看的话 这一波狼眼觉得还是要继续向上回调 只要到反弹到43,000附近 都是有一个做空机会 那么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盈利的一个位置 在上方的位置 那么现在大家也非常明显的去可以看到 它现在形成了一个下降的一个楔形 非常明显 比特币也是形成了一个下降的楔形 非常明显的一个下降的楔形 那么现在它正在这样一个位置进行增大 所以说你不要去咬乱它 不要去咬乱它去 去让它走这样的一个行情 不要去咬乱它 那么现在的话 从一天的内线的话 它已经形成这样的一个机通道 所以说它形成了一个下降的通道的话 即便它反弹 就是有一个做空机会 那么一会的话 有一个做空机会在上方挂的 就做一个空投 这是我们的一个思路 如果它能够在下方 如果在下方跌到下方的一个38,000 附近都是有一个抄底一波 反弹一波 看它能反弹到哪里 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 以太坊昨天我们说过 它要触底反弹一波 去向上冲斥一波 那么4个小时级别的话 它这个位置跟持比特币 也是穿到了零九之后进行反抽 但是它这个位置是面临了一个阻力 在这个位置 它测试这个3000美金这个阻力 在这个位置 昨天我没说过了 它测试正在测试这个3000美金这个阻力 测试好之后 它如果能突破的话 有一波一个小幅度的一个上涨 但是我也不会看得太多 有一波的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反弹 但是我也不会看得太高这样的位置 反弹如果反弹的话 它怎么会到哪里 反弹的话到3200美金是一个顶流了 已经是一个顶 3200附近 都是有可以的 又都是有可以可以做空的 如果反弹到一个3000到一个3200附近 都是可以选择一个空头去做空了 现在 那么现在的话 在一个下降通道当中的话 我们要调整自己的一个做多的一个比例 那么把一个空头变多 把一个多头变少 那么也不是说不做多 对不对 但是要适当的去做 在一些关键的位置去做就行了 比如说在底部 因为它就现在就在这个区间里面进行震荡 你就在底部进行做多 在高位的时候进行做空 那么你就不会产生太多的一个亏损 同时能够盈利更多 这是冷眼的一个思路 如果也符合你的思路的话 那么请在下方评论留言 说说你的看法 或者是你有更好的一个想法 都可以说出来 好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